驾驶减慢车速 发现前方车况异样 眼前一台银色轿车停在路间 动也不动 再仔细一看 一半车身陷入火海 还不断窜出浓烟 再换个角度来看 轿车烧成一团火丘 火势越来越大 旁边车潮纷纷避开 经过了20分钟 消防人员终于扑面火势 国道火烧车意外 发生在26号晚上6点多 当时一家三口 行经五阳高架桥 临口路段 车才开到一半 驾驶突然觉得车子怪怪的 疑似刚刚撞到东西 赶紧下车查看 这时车头开始冒烟 接着起火燃烧 红斑马鸣笛 火速赶往现场 国道警察接获报案 利用行控中心 掌控事发地点 第一时间就到场 火势才能够及时扑面 现在尤其夏天比较炎热 平常要检查那个 火油三水 那要定期保养 尤其那个电路的中动 还有电线的托笔 引擎的漏油 这边都是很容易引起 那个火烧车的阴影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车身基建老旧容易自燃 所以必须定期保养 电瓶也要随时更换 更要注意引擎冷却水 有没有异常 免得遇上高温就起火 幸好最后车上三名乘客 都没有受伤 国道上遇到这种情况 让车上所有人都饱受惊吓 记者游立强 许玉杰新北市报道